回到现在 卡尔此时的表情有些夸张 他就如同真的赌狼主持人一般 开始前的流程自然是需要确认下二人的需求了 伟先生一方获胜 可以获得羽山先生所持有的杀人证据 羽山先生获胜意味着伟先生将去顶罪 接下来卡尔提到了赌狼的会集 按照规定成员之间不许与会员权作赌注 赌狼也禁止以一个人的名义拥有负数的会员权 但是根据刚刚的调查 羽山先生并不是我们的会员 所以伟先生也会集做赌注仪式将获得承认 赢了你就是赌狼的会员了 关于玉斗是不是赌狼会员这一点 伟早在夜行那儿就掌握了情报 这样便可以轻易地让他确信主持人卡尔的身份 眼见羽山没有什么异样 卡尔继续之后的环节 要以哪种游戏决胜负呢 在卡尔提出为了公平性 由自己来决定时 遇到有些不耐烦 他要求速战速决 因为一旦被父亲知道 自己会很麻烦 在卡尔尬笑时 伟提出不如用这个如何呢 时间回到刚刚 废弃大厦里 伟对卡尔说 自己想了很多骗到羽山的轨迹 其中最佳候选就是这个 但必须用到扑克牌 卡尔先生请你见机行事 制造可以使用它的机会 时间回到现在 伟从怀里逃出和扑克 他希望用这个进行速战速决的游戏 然而卡尔则是在拿起之后 瞬间变连 并往地上一丢 狠狠地踩上一脚 这东西不能用 伟的表现是很吃惊 很诧异 卡尔说 考虑到这次比赛的来龙去脉 伟先生一直这样子和很多人比赛过吧 换而言之 你可以事先为比赛准备某些东西 或是动些手脚 虽然我不知道以前怎样 但这种做法对于羽山先生 并不适用 用扑克牌可以 但不可以用你拿出来的那一副 就连检查的价值都没有 随后他扭头问着玉斗 羽山先生 你家里有扑克牌吗 玉斗他起身了 而这正是为所希望的 当初在废屋里 没指出 为了灌输公平的想法 到时候一定要拒绝使用我提供的扑克牌 要让他自然地接受使用扑克牌进行比赛 羽山家里有牌也不奇怪 假如没有的话 请卡尔先生再拿出这一副 当然这副牌是没有动过手脚的 假如他仍然不愿用扑克牌 到时候咱们就启动后备计划 总之就要在现场时表现出 卡尔先生你是彻底绝对的公平 时间来到现在 卡尔在考虑 有什么可以用扑克牌进行的速战速决的游戏 又是为 他提议 不如这样吧 首先把所有的扑克牌朝上 在可以看到所有牌面的情况下决定先攻后攻 然后各自按照顺序取五张牌 用扑克牌决胜负 不过可以换牌一次 当然了 这换不换是玩家的自由 不过不可以使用先攻者丢弃的那些牌 牌面的优劣只看牌形和数字 和花色没有关系 所有的牌都可以看得见 即是说 这个游戏是可以各自弃出 自己所喜欢的牌形 当委说完规则后 欲斗他有些生气 你在开什么玩笑 自作聪明 是哪有当小孩子吗 你才是蠢才啊 笨伟 对于被称呼笨蛋 为有些不满 卡尔连忙打圆场 并直言 雨山先生说的没错 这个游戏在性质上 难以在少数的回合内决胜 既然可以看到对方的牌形 恐怕多数会打成平手吧 经过几个回合 牌数减少后 可以拼出什么样的牌形呢 在那种情况下 或许多少能变得有趣 但是雨山先生又想速战速决 这游戏就不太合适了吧 在卡尔连连姑姑想要加入什么元素时 欲斗提出 喂 笨伟 你不断的摆架子 却又想出这种游戏浪费时间 你怎么陪我啊 如果牌形不分高下 也算你输 这样的话 我便和你玩 当欲斗说出这个要求时 二人是瞪大了双眼 而时间再次回到过去 欲斗的这个要求 是伟本打算让卡尔自己提出的 见卡尔有些不明白 伟要亲自操作一番 毕竟百坛莫若一世 但是需要伟先攻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伟选择的是四个石加黑桃K 卡尔则是四个A加梅花七 现在看来卡尔的态面大 那么伟选择换牌 他留下了黑桃石和黑桃K 将剩下的三张石全部丢掉 然后拼出了九十勾圈K的 黑桃的铜花顺 而当卡尔想要再次换牌时 他发现 无论自己怎么做都赢不了 卡尔说 假如一开始我不是选择四个A呢 而是拼出在我回合中 可以做出的最好的铜花顺呢 可是那也没什么区别的 因为伟率先拿走了四个石 卡尔假如想要拼出最好的铜花顺 也只能是五到九 而自己的操作 同样是丢掉三张石 拼成十勾圈K枪的大铜花的牌面 换而言之 平手就算输 即便是有这样的条件 伟也是稳赢 时间来到现在 伟是一脸为难的提出抗议 怎么可能平手就算我输呢 徐斗则嘴角一撇 然后大叫 不行不行 就是因为是你提出来的 所以你要负责任 监狱都兴奋的大喊大叫 为心中则暗骂 笨小子 全靠你才省下功夫 而接下来 只要卡尔让我先攻就完了 这个简单的小游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懂 就是拼盘面大小 52张牌肯定是铜花顺最大 但是想要组成铜花顺 不论你怎么排列 都需要十 先攻的人只要拿到四个石 就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平手这一说 这个游戏的关键就在于 谁先手 只要接下来 卡尔让自己先攻 便稳赢 伟认为 眼前的这个小子 已经完全的被自己的诡计给骗倒 他完全相信了 卡尔就是赌狼的主持人 这时 卡尔宣布 游戏规则既然制定好 那么准备开始 伟先生输了 我们会负责收取赌注 那么雨山先生 你所拥有的奥多摩杀人的证物 是不是也该拿出来了 听到这时 玉斗露出了阴森且诡异的笑容 然后是张嘴 接下来的一幕 让伟二人都清了 假牙 玉斗竟然戴着假牙 伟在心中嘀咕 年纪轻轻就戴假牙 并且他结结巴巴的提醒 掉下来了 你的假牙 可玉斗接下来的话 让他三观乍列 刚巧今天带着呢 输了的话 再重整三颗就是了 细小的牙齿是小孩子的 两旁的是父亲和母亲的 他们三个 现在也亲密地 为了我的不停地咀嚼 提到受害者花围 玉斗是怨念极深 那家伙 明明就是个穷人 竟还敢侮辱我 真是的 什么都不懂 在当年 玉斗还是学生 花围正是他的老师 对于玉斗的蓝散 不修蝙蝠 自甘堕落 他很看不惯 在交谈中 说到了玉斗的父亲 令尊是从事借贷工作吧 把重要的钱借给别人时 他也会从那个人的衣着打扮来判断 他是否值得信任吧 这应该是很重要的事 令尊没教过你这些吗 总之第一步 修整下你的牙齿吧 直到现在 遇到回想起来都是愤愤不平 凭什么 那家伙明明是穷人 竟然侮辱我 明明是个穷人 却又爱美地仔细地保养着牙齿 不止这家伙 为钱烦恼而来求救的人当中也有很多 明明都生活穷困潦倒 但牙齿却很漂亮的人 那些人 他们只有牙齿是长洁的 但是有钱的我 却是这个样子 不公平 绝不可能原谅那种事 听人欲斗的咒骂抱怨 韦此时只想让卡尔快点开始 在韦催促时 卡尔他也在考虑 这东西算不算得上是宝物呢 此时的韦是十分的愤怒 这种人是不可原谅的 游戏开始了 卡尔用抛硬币的方式决定谁牵谁后 他利用小手段作弊 让韦先攻 二人游戏开始 看着桌面被心想 这里没有你想要的牌了 站起来吧 拿起没有子弹的枪 站在战场上 然后堕入地狱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故事内容了 谢谢朋友们看到最后 也谢谢诸多朋友的支持 我一定会坚持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在韦与玉斗开始游戏时 时间回到楼上 李奥找了上来 隔着门 他向兰子汇报 楼下来了西客 侍皇者的同伴 他正在和羽山的儿子会面 听到这个消息的安马兰子 是一副古怪的表情 李奥接着说 对方还说出了警示厅天真的名字 并且还带着枪 兰子觉得很有趣 所以 目的呢 李奥 你去探查一下那边的动静吧 似乎情况 或许 不能让他活着回去 但是就在李奥打算行动时 他突然看向一旁 屋子里 兰子还在和羽山交涉 突然李奥是推门而入 站到了兰子的身旁 他的行为引起了兰子的警觉 李奥紧盯着一个方向说道 隔壁的房间里有某些东西 或许是知道躲不过去了 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声音传来 不对啊 说的真动听 不杀好人 想保留人性 安马兰子 你不是黑社会 羽山身后的门开了 进来了一个矮胖子 他右手拿着公文包 左手则是一桶炸鸡块 但那明显嘲讽的话语 并不是他说的 只听门外那个声音继续说道 黑社会是乐意地进行着 别人逃避忌讳嫌弃和鄙视的事 这正是他们的工作 不可以有所区别 必须要圆滑地 顺利地完成这些事 你不是黑社会 文后伸出了一只手 他对胖子比划着二的手势 只见那个胖子满头大汗地 开始快速地啃食鸡块 那个声音夸赞道 好 很好 把肉块吃得一片都不剩 弄得滑溜溜的 胖子随后将啃得干干净净的 两根骨头递了过去 对方拿过来后表示 干得不错 的确很滑溜 然后说着十分变态的话语的同时 将那两块骨头放进嘴里 大声地吸润 对于刚刚安玛兰子的话 他是刚好相反 他在工作时 不管是女人 孩子 还是圣人 都会照杀不误 这是个脑袋上一根毛都没有的 让人一看就浑身不舒服的男人 蓝子认识他 对方是滑鼓组组长 滑鼓中美 当滑鼓进来后 一直沉默不语的雨山说话了 原来啊 他早就知道自己儿子那不为人知的秘密 当然 那小子一直以为自己还不知道呢 雨山他很清楚 这样下去迟早会被揭发的 他的本意是想请安玛祖替自己善后 但他隐约有种感觉 自己可能会被拒绝 所以呢 他就找了后辈 阿玛兰子也不生气 只是嘲笑道 你真蠢 偏偏找了这么个人 无药可救了 你已经完蛋了 这家伙就像是对人畜有害的狠恶病毒 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 在这世上最危害人类的黑社会啊 没想到 晃晃悠悠来到兰子身前的滑鼓 做出个惊人之举 习兄的同时 嘴里还不干不净的说道 感染啊 这样你便被感染病毒了吗 抑或者 需要黏膜接触才会感染 同时 手掌发力 此时啊 让我直接捏碎他吧 没想到啊 安玛兰子也不是个普通的角色 面对习兄 他的反击则是涛当 你还真是个急性子呀 那个部位被抓 划骨有些紧张 因为那儿远比对方要脆弱 但他还是硬气地回怼道 当然急了 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事要做 首先 叉叉你只发疯 然后把你这对大的 所谓的车灯切下来 让那家伙吃掉 再然后 把那个狮子脸的阔脸切掉 塞进你那儿 懂吗 这不是比喻 是真的塞进去 可是这些威胁 在安玛兰子看来 像是调情 并且一脸潮红的他看样子 还十分的期待 同时 手长也在收缩 自己会在这儿将他毁掉 滑溜的东西就会有两种 来自你身上的滑溜的东西会减少的呀 只能说这一山还比一山高 滑舞自己是个变态 但这个女人是个比自己还疯狂 还危险的变态 所以这场对峙 他胆怯了 正经人李奥看的是一身冷汗 这些人玩的真话 安玛兰子在分开后 继续着刚刚对羽山的嘲讽 隐瞒是没用的 你也是那个样子 隐瞒自己的卑鄙意图 然后接近这个笨蛋父亲吧 被这个病毒吸干毁掉的企业 不下二十家了 本来呢 过着奢侈的生活 但现在却住着交织房屋 以捡垃圾为生 这种下场 还算是对于这家伙的牺牲者来说 属于幸运的呢 当然你的下场 应该不止那种程度吧 华谷听完很不爽 你这个女人说话可真难听 是被人欠了工作而生气吗 屁或者 那个日子来了吧 果然呢 你很讨厌 然后他对身旁的胖子再次伸手 但胖子递过来的盒子 让华谷是大发雷霆 不是这个呀蠢货 是鸡块 鸡块啊笨蛋 你没有在听我们谈话吗 华谷之所以发火 是因为盒子里的东西 是耳朵 看着一旁的阿玛兰子直呼 忽然啊 我早就想到会这样 难道他们就是笨儿子在奥多摩事件后 杀害的尸体的一部分 这家伙从以前开始编替令狼扇后 为了吸干你的一切 逐步的实行计划 为了笼络令狼 还教他利用警察隐瞒罪行的制度 如果我说对了 他这样子拿着本应该被处理掉的证据 是为了什么呢 眼见雨山朝自己看来 华谷一脸阴沉的解释 先生 不要听信他的话 华谷怪笑着接过盒子 并轻轻地盖上 这些是黑市医生拜托自己准备的东西 好像是用来移植用的吧 随即大骂死胖子 你就是个大蠢财 谁将你现在把这些恶心的东西拿出来的 作为惩罚 你要吃十块几块 胖子刚刚的操作 以及现在被吓破胆吃着鸡块的模样 引来安玛兰子的一阵嘲笑 至于华谷是不是在说谎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他对雨山说 让令狼和华谷见一见吧 他们当然会装作不认识 但以那笨儿子的能力 相信你可以轻易地看透事件的真伪吧 虽然未必是这个男人直接和令狼接头 可还是有一事的价值啊 看来安玛兰子说对了 甚至值得注意的是 那些东西可是一直都用着干兵保持着品质 可见华谷迟早会叫他们公开 到现在该说的都说了 你该怎么办呢 社长先生 对于华谷的恶毒心思 雨山看起来并不慌乱 他似乎有反制的手段 原来他也是黑道发家 是从底层爬上来的 假如没有让这群家伙闭嘴的方法 自己还怎么在这个世界上混下去啊 他要求华谷马上将手里的政务交出来 否则的话 只见他掏出电话 而电话的另一头似乎是名官员 当雨山说明情况后 对方是心然答应 没问题 自己和那边的首领有点交情 但是需要花点钱 不仅如此 对方还要求 下次选举时 雨山你也要多帮忙啊 然后重点来了 你说华谷祖勒索你 原因是什么你得告诉我吧 不知道内情你让我怎么去谈呢 此话一出 雨山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连忙拒绝并挂断电话 对于愚蠢的雨山 华谷都不认之事了 安玛讽刺道 儿子是连环杀人犯四处在杀人 你打算这么说吗 你真是愚蠢 回想下 把这件事交给我们的原因吧 政治家现在怎么会做这种危险的事啊 谁会想陪着杀人犯家族一起毁灭呢 在这种事情上 处于表面舞台的掌权者们 几乎什么也做不到 但是雨山他不死心 既然白的不行 那就来黑的 通讯录显示又是大基因会 当雨山简单的说明了情况后 对方提出 先准备一千亿 否则就没办法往下谈 而且 这次勒索的主谋还是划谷组的人 对方可是个做事不顾后果的家伙 我们大基因会也要有相应的心理准备 虽然表面上很有善 但划谷是一旦盯上 便会执拟的纠缠下去的疯子 被黑社会这么说 你可能会觉得有些荒谬 但 你被危险的家伙盯上了雨山先生 心如死灰的雨山挂断了电话 看他的脸色 阿玛就知道结果如何 在这种事情上 黑社会只会敲诈你 而不会帮助你 就算你找多少通道帮忙 也不过是增加 从你身上吸血的蚊子罢了 所以我刚刚就说 在无法掌握重要部分的你的四周 完全没有不激利益 为你工作的人 大家都只是张大了嘴巴 等着从你身上榨取金钱 你的血会被吸干 这已经是肯定的了 雨山是彻底的绝望了 失魂洛布特他已经不知道 自己该怎么做 兰子适时地给出建议 反正都一样 索性将所有的事 公之于众吧 可这样的话 对划谷来说是绝对不行的 他大声劝解道 社长 那样可不行啊 那么做的话 你知道令狼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吗 死刑 是死刑啊 你可千万别冲动 而且你也别误会 我没理由去做那个女人所说的事 这误会可太大了 假如社长你真那么做的话 那可就前功尽弃了 我划谷向天地神明发誓 绝对没有那种打算 见安玛兰子还在一旁煽风点火 气得他大骂荡夫 随后转头向雨山小声地说 社长我和你说件有趣的事吧 社长你创立公司时 是从哪调动的资金呢 债主是谁 正外的银行是不可能借钱给你的吧 你的资金应该是来自很危险的地方 那些见不得光的钱 你是从我们黑社会或者是国外借来的钱吧 你那时候借了钱 但现在他们却不让你偿还本金赎回债权 反而要你不断地缴纳高额的利息 对社长来说是很麻烦的一笔开支吧 据我调查的 你的债权被另一个人全部回收了 一个神秘人物 还有一件事 贵公司的主要股东 他看起来似乎以我们黑社会做后盾 换而言之 我猜想的话 假如社长公开一切被赶下台后 那个掌握着债权 藏于主要股东背后的人 便会直接夺去涨价公司 看他准备的如此周全 不会错的 切断了社长的退路 企图让一切事件曝光的人 那个家伙肯定就是幕后黑手 至于是谁 不用我明说了吧 如果是你的话 一切都说得通了 篮子 竟说那么浅薄的事 你其实也和我一样 本质是坏到极致的女人 至于这个盒子 自己不过是负责替令狼保管而已 我绝对没有一丝想要谋害社长的意思 突然安马兰子说 你要是相信他的话 你就真完蛋了 股票暴跌 对我来说也是极大的损失 想想我所说的觉悟的意思吧 把一切都清算妥当 我是不会害你的 两方人都捏着自己的命门 都要求自己做出选择 都要自己只相信他 宇山他很清楚 自己没得选了 因为两个都是恶魔 无论选哪一个 自己都会被吸得一干二净 楼上楼下 这父子二人 楼上的父亲是陷入绝境 楼下儿子的赌局也好不到哪去 他发现自己的牌面打不过对方 卡尔假不假样的说 找不到可以赢伟先生的牌了吗 原来如此 也有这样的巧合 甚至都无法平手 这样肯定是伟先生获胜了 玉斗在知道自己赢不了后 直呼好累 本来自己一开始就没打算赢 不过是想陪你玩玩而已 喂 我可是一开始就打算让你赢的 反正那些牙齿已经残疚 正想扔掉 拿去吧 奔委 用他们好好的工作吧 伟神情放松的说着安慰的话 但卡尔却觉得 这次的作战是以失败而告终吗 但没办法 他还得继续演下去 当他宣布比赛结束 伟先生胜利时 意外发生了 门被打开 李奥冲了进来 他直奔卡尔 对于武器商人会出现在这 对他来说 简直是意外之喜 这突然的变故让伟一惊 以至于没有察觉 一道黑影出现在他的身后 是划骨 他手握骨刺 直插伟的面门 伟成了他宣显怒魔的目标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故事内容了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